在未来的某一天 韩国上空突然出现了无数蓝色巨型球体 而这些蓝色球体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因为韩国本土地少人吸士兵更少 他们不能指望那些只会吸血犯罪的别国助军 所以他们在经过青瓦台深思熟虑的会议之后 决定让全国所有的高中生在校直接参加军演训练 让他们能够正常上课的同时 下课后就能参加战斗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而这一切学生们自己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因为他必须为国家而战 为父母和孩童而战 现在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 国家也全部将希望指望在这群弱弱的学生之上 教官指导着学生们拿起武器 奔跑 刺杀 扶服前进 以及最重要的射击训练 随着外星人大肆地破坏着城市中的建筑 就连刚刚才接受训练的学生们都奔走逃命 他们根本没办法组织起来一次有效的反击 但是依然还是有为数不多质量比较高的学生跟在了教官的身后 而他们也将会是这场课后战争的主角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